边叫边挣扎 被六位远警强行抬走 南韩大学生闯进首尾的日本大使馆 和警方爆发冲突 至少16人被逮捕 重入使馆是抗议日本周四开始 排放核废水 南韩六位调查 不同意核废水排放比例高达8成4 全国各地出现示威机会 其实在日本福岛也有抗议活动 但废水已经开始排 反对也来不及 还有福岛人认为其他国家没资格说话 日本排放寒川废水引起周边国家恐慌 不过澳洲海洋专家认为 不用过度担心 如果还是不放心 香港专家建议三种海鲜少吃 包括食物链上层的大型鱼 像黑鱼鱼 还有棋地贴近水底的笔木鱼 以及会过滤有机物的贝类海鲜 日本也承诺会天天检测 笔木鱼的穿浓度 虽然日本再三保证 但要说服周边国家 恐怕还要费一番功夫 TVBS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